第一次的鳥是在1902年才找到羽毛 1908年這個時代才找到這個鳥 原來才這樣發現 而且既然是在周族 剛開始發現的時候 在周族的鳥插的羽毛這個羽冠杖 這都告訴你什麼訊息 我當時就好奇 到底那時候英國人怎麼看 當時發現者是誰 這個都是一些有趣的 於是我整個人因為在現實 社會環境的挫敗使得我轉進到圖書館 轉進圖書館的時候 當時我還去學日文 為什麼 因為泰國資料都是日文 所以我把日文 因為日文有一個字 學學認真學 有些字還是看得懂的 所以我大認真的去上日文補習班 讀了一段日文 因為我們的台灣文館 一大堆日文資料 當時我就想說 那我就學一些日文 看鳥看到說 為了看好鳥去學日文找文獻 整個台灣文館 它是分兩大策 兩大系列 一系列全部是日本時代的資料 另外一半日本人 這個國家真的有國際資料 當他佔領台灣的時候 他不斷地把台灣的資料調查 放到他們自己的庫裡 變成一個台灣的研究庫庫 他們也把國外的東西 更早前國外外國的探險家 英、華、德、俄、國、國 乃至荷蘭時代的資料 全部放在另外一個櫃子 而我在看日本資料看完沒事做 因為日文還是看得煞煞 很辛苦 我就跑到這些外國探險家裡面 去翻 欸 遺漫給我翻到一些 十九世紀中葉 就已經出版了自然的報告 一些教會的報告 一些歷理學的報告 於是我就開始慢慢挖掘出很多人 包括這John Thomas 我們現在非常引以為非常重要的 百年前的蘋果組的文獻 終於又要把他挖掘出來之後 發現John Thomas是第一位 把台灣西拉亞蘋果組 派出他們的照片的就是他 那個東西現在已經像戶口博物的寶貝一樣 非常的珍貴 被法國人收購 我們最近都在展覽 我還找了三個版本 除了像這個John Thomas之外 那不用說馬捷 來自於其他的自然博物學家 一堆一堆的自然博物學家 我把他們資料找到 在那個沒有Google的年代 我從國外的圖書館 從英國的圖書館 從台灣的圖書館 不斷地收不斷地收 不斷地去做易捷 易住 乃至於當走過路 我曾經一走 於是我走過了阿蘭伊古道 在那個年代就走阿蘭伊古道 我的校工現在都很難想像 那時候就走阿蘭伊古道 就是一些河流、大漢溪、景美興 也都跟著上說 只是為了追尋這些西方 看人家走的時候 他們看到的風景 我在易住的時候 我現在又怎麼看他 這個是John Thompson 照片出來以後 人家到他拿來去做版畫、護科 這個都是一些 就告訴你說這些東西其實是 西方人已經非常非常重視 而我們是到晚近這十年才開始注意到 比較重要 這是西方旅行家 你知道這是哪裡嗎? 那是玉山 他在跟玉山說再見 可是因為他們那時候沒有爬上玉山 所以對玉山的想像是一個下雪的地方 是一個比較尖的山 他從來沒有進去 可是當時外國探險家來到台灣要走了 他們騎著馬說再見 前面是跳舞 這裡面當然反映了那個年代 那種帝國主義的殖民的一些思維跟相反 可是這是台灣的旅行 台灣最早的旅行 旅遊指南是哪裡? 是在19世紀中期末期 就有台灣的旅遊指南 那時候旅遊指南只有幾個景點 比如說可以到左林打字機 然後到東海海可以打字機 然後到北台灣之間 有一個地方有一個旅館叫新竹 是馬街介紹的 反正就是這些 總總會覺得台灣的介紹是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介紹 除了這些介紹以外 我自己開始做一些西方自然自得的譯著 鳥類的探查的譯著 透過一個西方旅行家來台灣 在一百年前看到的景觀 我們把它收集起來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除了漢人看到的台灣世界 我們還有一個是異國的世界 不是異國的世界 西方人看到的異國的台灣 他們看到的台灣 看到了不一樣的台灣 當我們的台灣文獻出來的一些是 可能是這些劉明傳 劉澳這些人寫的一些報告 可是我們看到西方的探險家 他們的報告裡面的台灣 好像是另一種台灣 他們報告裡面還有自然科學的東西很多 他會告訴你 有一個人來這裡採了兩百多種植物在伴水 他已經採到紅樹林的水鼻子 他會採到一種現在已經找不到的 叫做蘆蕨 那為什麼消失了? 你在西方女鄉有沒有看到這些內容 你會看到兩百多種鳥類 三百多種的昆蟲 我們的台灣史、台灣輔制 會有這種東西嗎?不可能 因為他告訴我另外一個台灣 而且在一些人的報告裡面 他會告訴我 原來我們的中央山脈 還有這麼這麼多的原住民族群 而且這些族群他們的生活歷史 我們的官員進不去 可是這些派人家有人進到裡面 跟他們交往、接觸 他給我看到的是另一種台灣 另一種看台灣的方法 所以我後來不只是寫這首書 我還自己有在我邊的報紙不堪 我好像這東西引進來 因為引進來 結果就遇到了另外一個人 就是楊南俊先生 最近我看到他在中心地理系找他來 這個真的是一個奇人、國寶 不敢相信 會有一個人 總會在報紙復刊介紹外國的探險家、旅行家 會把日本的一些傳奇的 台灣人根本都忘記的人 叫做路野中雄、鳥居龍 這些人居然都會透過一個復刊版面介紹出來 所以他想知道這個編輯者是誰 怎麼會去寫這個 於是我就跟他結緣認識 當然這個認識結緣 也就觸發了更多正面的、有意義的事情出來 包括我們看到楊南俊先生 不斷翻譯了很多 所以說路野中雄、鳥居龍杖跟聖守之路的東西也出來 當然他的認識也激發我 開始去走一些 除了剛剛從西方旅行家的古道以外 我對台灣的高山古道也開始慢慢的涉略 但我的偏向比較不是台灣的高山古道 這方面楊南俊先生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而且非常的非常的解除 或者說他有這樣的高山經驗 以及他對日劇時代的東西的先鎖 所以他做這方面做得很精彩 那我自己透過這個 我學到了另一種東西 什麼東西 這待會我再講 我先把這個東西講完 可是我在寫高山古道 我的學法比較不是楊南俊做人類學或民族學 或者是這種登山古道的探查這一部分 我比較會從自然生態這塊議題去思考一些東西 或者我的思考會到比較晚期的時候 會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的內容出現 這待會我 比如說待會我現在就可以講 我開始什麼 我開始注意到的是一些植物的秘密 一些植物不種的發現 從這裡去思考當年日本人怎麼開拓這個地方 或當年當時的一些希望民族家來到這裡 他發現這些 他怎麼用這些東西去看 他跟國外的做對照 還有給各位看這一張 這是我自己去走司馬布施古道 那這裡面其實你看到很多作家 你看到很熟悉的 包括什麼陳烈 還有後來變成美食作家的焦童先生 後來雖然他們喜歡爬古道 但後來都沒有在這方面有繼續的琢磨 可是我是走這些古道 激發很多東西 包括我最近在寫司法故事 遙遠的部落 我就有一些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告訴我 從年輕的石頭的高山的探查 累積到現在 我有很多意見 是經過長時的累積的時候 我可以提出一些當代的部落 接下來他們如何永續經營 或當代的部落限到現在這個階段性 我們怎麼樣給他協助 或者應該告訴他們有一種方式的走法 不是他們現在應該走的方向 就是我的高山旅行 到後來幫助我是這一塊 幫助我開始提出這樣的想法 說我不一定 當大家把司馬布施當作黑暗部落的典範 他的社會主義走出一個世界的時候 我要跟各位講 我看到的是司馬布施 如果他現在不改變他的現狀 他會很慢掉 你想想看 一個不到兩三百人的地方 他一年有五萬遊客進去 等於一天到了三百多人 三四百人 如果去照顧三百人 他怎麼照顧 五萬人留下來的垃圾是多少 你如果都在照顧他 你能去跟做你的小米田 你的祖先給你的十四種小米 到你的階段性剩下七種 五萬遊客一直照顧下去 你那七種小米可能到最後剩下一種 十四種沒有都有可能 你怎麼去保存 保存這個物種 去保存你的文化 歡迎觀光那你怎麼保存的話 這都是問題 可是這些問題 我們為什麼看到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經過了這樣長期的古道的旅行 每一個地方都去了 認識了達魯馬克 你認識了布農族 你認識了各個族群 你就會對台灣山區的觀光旅 有發展到這個階段怎麼走 會有一些比較成熟的看法 我很幸運就是關渡了失敗 讓我在看走高山的探查 或做某些旅行的時候 我比較會安耐住性質 或是不會急著把這個東西很早把它呈現 可是過過不斷的思考 不斷的思考 或者累積 讓我們做出一些比較好判斷